杨超越再度上热搜,却意外地带来好消息,火箭少女将再度起飞。 杨超越估计成为了许多艺人羡慕的对象了吧,毕竟时常上热搜,这可是实打实的流量明星的证明。 不过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看到杨超越上热搜的,毕竟黑粉们是不想看到杨超越,而珍爱粉们也是不想杨超越上了热搜被人骂。 不过即便粉丝们愿不愿意,这杨超越的热搜还是登上了。 杨超越这一次上热搜,靠的是他的盛世美颜。 有网友在讹厂的某个活动现场上,非常幸运地拍到了杨超越的近照。 这个网友直接开心地跳起来了,表示在近距离地拍到杨超越无处理的照片,居然颜值还是那么给力。 那网友说的是否真的呢?让我们放大照片一探究竟吧。 在近距离的照片看上去,杨超越的颜值那是美到没话说的,虽然没有直面镜头,但是脸型各方面都很优秀。 如果在动漫世界,那肯定是可以引发全校男生伴随的女神了吧。 不过眼尖的网友,却还发现了另一个好消息。 在某个知名博主发出来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火箭少女们的合照,其中杨超越的装扮和前面网友发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 两边都是参与活动,那么这就说明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火箭少女已经全员回归了,将要再度起飞了,而这一次出席活动相信也是间接的锻炼女孩们在公众场合的应对能力。 随后俄厂也发出了新的通告,证实了女孩们全员回归参加活动的消息。 成员们的站位规格,也都是很严格的按照自己的排名进行的,孟美琪站在中间,吴轩怡和杨超越分居左右。 当然了,赖美云的排名也让她显得有点小尴尬,加在桑莉和黎子婷两名高个字女生的中间,让她不得不高高地举起剪刀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最后,让我们期待火箭少女重新发射,再度起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